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寻了这种别的福音 再提醒各位 他说的这种别的福音 它根本不是福音 是一个假的福音 有人想把这个福音把它更改 那么我那天 上礼拜的时候 上次在里面当中 推荐各位说把这个福音更改 我们有一本书 叫做真假福音 鼓励各位去读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特别对福音的分辨 提供了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分享 上次在里面当中 有稍微分享过 这种真假福音里面 绝大部分 是一种离开上帝恩典的福音 在乎自己的行为 关乎我们自己本身的益处 是一种 所谓成功神学式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思考 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求的是什么 特别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的中文翻译 我们刚刚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提到的是安康安康 我们把特别翻成安和康 那种神明保佑的 中国文化神明保佑的心 我们把它投射在 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 如果我们不小心去分开 不去看的话 说出来呢 我们把耶稣基督当成 黄大仙 土地公 观音菩萨 去思想一下 对于我们在北美生活移民的时候 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所求的这位耶稣基督 如果把它换成黄大仙 跟菩萨 没有两样的话 各位那就是别的福音 特别在福音里面 特别是关乎我自己 而没有在读老文 最后我们谈断的 他的国度荣耀 听起来很高很大 但是你要记得 上帝做到我们这群人的目的 所以他要在我们的嘴唇上来 creating 来造出这种能够称赏上帝的果子 最纯的果子 所以如果我们把别的福音 我们不小心去把它变成真正的福音 这别的福音是一个更改的福音 其实就是一种山寨牌的福音 那么现在要问的问题是 那这个正版的福音 它来源在哪里呢 这是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 因为保罗在六节七节说 这是别的福音 被更改的福音 那保罗也特别强调说 如果是被更改的福音 传这种福音 人家被咒诅的 那就很重要 那什么是这个正版的福音 这正版的福音的来源 非常重要 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开始解释 我今天给人传的福音 我之所以如此攒铁结丁的 告诉你我讲究是正版 拍胸部跟你保证 如果你听这个福音 觉得是正版的 跟我的福音不一样的 所以保罗要把它在鸭箱包里拿出来 说我的福音到底是谁叫 是给我的 所以保罗说了 他说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所领受的 也不是人来教导我的 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在红字的部分 因为有这批人在挑战保罗 你不是科班出生的 对不对 你不是科班出生 你不是当时的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使徒 你现在大拉拉说 我的福音是正版的福音 你凭什么 你算哪一颗葱 保罗说 我的福音 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 就是保罗在那边否认 他要挑战 我所传递的福音 不是人的想法 不是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 他的信息是直接来自于 耶稣基督的这个字 很重要的 叫做启示 那从这个字 我们中文翻成这个样子 他就有两种翻译 第一个 的确就是来自 一个消息的来源 来自耶稣基督 第二个呢 是有人向他启示 关于耶稣基督 一个是 from Jesus Christ 一个是 有些人 来传递 about Jesus Christ 但是不管如何 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 耶稣 我们来传递去看的话 我们中文的翻译 翻译的 把这两个 结合在一起是 耶稣基督 他自己 来启示 有关于他自己 这个人 也就是保罗在那边 所谓的 我这个绝对不是 二手资料 我是我的第一手 跟上帝之间 跟耶稣基督之间的 应对 接纳 教导 所以我现在很有自信 信心满满地告诉你 我所传给你的福音 是耶稣基督 原知 原位 正版的福音 只要跟这个传的福音 不一样的 那就是被更改过的福音 那是一个山寨版的福音 而加拉太教会 现在目前所遭遇的问题 就在于 你们今天 离开了 我当时所传给你们 这个福音 这是保罗现在心里面 非常 着急的部分 那现在你就问 他的启示 是啊 但是没有人去说 你这个也太主观了 因为你知道很多的 我们现在讲到的 所谓异端的问题 像比如说Joseph Smith 这个摩门教的教主 他当时也是宣称 我是上帝 这个摩洛这个神 这个天使告诉我 然后神告诉我 然后很多的异教邪端 这个异端都是说 我收到某个人 这种revelation 这个感召 然后我来 所以你当然会问这个问题 说这保罗是不是也是 吃了迷幻药走错了 听错了 然后心里面想到 这个就是我要来告诉你们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性 对不对 我们就来从一段经文里面 或从宝读历史来看 在《使徒行传》当中 保罗是由许许多多 跟上帝 跟神 他们之间在一起 或是跟耶稣基督之间 那个直接的对应 在《使徒行传》 我上次跟你们分享过 可以分成28章 在这28章当中 前面一段是 有关彼得 后面 斯蒂凡的殉道 第九章是 保罗的他的信主 后面三章是 彼得 他在哥尼六家里面 然后后面 后大半段 从13章开始 一直到28章 的后大 后面的 第二章 可以说是保罗 他的宣教之旅 所以在那个上面 你可以看见 保罗的第一次宣教 第二次宣教 中间有一个基督徒大会 第二次第三次 然后被抓到罗马 最后被放出来 然后27章28章 是他的最后 在地上的第四次旅行 保罗在第九章里面 信主的经历 待会我给你们来分享 从保罗的生平来说的话 在保罗信主之后 到耶路撒冷 被圣殿被毁 他殉道 有人说是在66年 尼诺 凯撒皇帝尼诺 他残害基督徒的时候 保罗殉道了 你可以看见 在后面的将近35年 36年的时间里面 保罗他的生平 我用颜色来把它标示 跟他每一次旅行 步道的他的时间节 那么重要的是 他在使徒行传 第13章和第14章 是保罗的第一次的旅行 是在那一次 他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 或是他借着上帝 跟他在一起的同工 圣灵的同工 建立加拉太的教会 所以当保罗 现在在13章14章 使徒行传 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们刚刚所读到的 这段经文 是上帝给启示给我的 上帝启示给我 耶稣基督启示给我的 他提到的其实是在第9章 他如何信主的那个经历 那么他这个信主的经历 在徐徒行传第9章 各位也非常耳熟能详的经文 扫罗 这个是保罗 还在没有信主之前 他向向主的门徒 口吐威吓的言语 扩和威吓凶杀的话 要去见大吉斯 你看第二节 他去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 找到信奉这个道的人 无论男女 要把他带到 捆绑到耶路撒了 扫罗行路到大马士革 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然后听见 有声音对他说 那这个声音是谁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 直接地来告诉保罗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主啊 你是谁 主耶稣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耶稣起来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情 会有人来告诉你 同行的人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所以你看见 耶稣在这里第一次 来跟保罗 有一个直接的对应 进到第八节的时候 扫罗从地上进来 睁开眼睛 看不见 有三天的时间 第九节 三天不能看见 不知不合 第十节 大马士有一个门徒 我们后来知道 这个名字叫亚兰尼亚 主在意象当中 他说亚兰尼亚 他说主我在这里 对他说 起来往直街去 直街这个字翻译成 就是我们的英文 叫做main street 大街 就是在一个 Downtown 大马士哥 Downtown里面 在犹大的家里面 有一个大树人 名叫亚兰尼亚 叫扫罗 在祷告 很有意思 他看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你 亚兰尼亚 你要进去为他按手 然后叫他能够看见 所以亚兰尼亚 听从了上帝的 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 命令 第十三节 亚兰尼亚就回答说 主啊 这个人是来抓我们的吧 十三节 他是来捆绑我们的 那我怎么还要去那里呢 但是你看见十五节 主就对亚兰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边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面前 宣扬我的名 请看第十六节 我也要指示他 我现在开始要教他了 我现在要教他了 然后他为我的名 必须要受许多的苦难 亚兰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个家 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 就说 兄弟扫罗 在你来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 他打发我来叫你建立 要被圣灵充满 路加医生 他在写十度行传的时候 他一定是问了保罗 保罗你当时的得救经历 你的得救见证是什么 所以后面的话语 他表明出来的是 我听见声音 我看不见 进来一个亚兰尼亚 他按锁在我身上 然后亚兰尼亚告诉我说 神要指示你 神要拆遣你 神要来教导你 这个不是保罗他第一次 唯一的一次 在十六经传的后面 在二十二章和二十六章 保罗重新来 复述他过去在十六经传 第九章的这个刻苦 明星的经历 记载差不多都内容 非常非常相似 但是在十六经传第二十二章的时候 保罗特别把 神要指示我 耶稣基督要指示他 这句话 在亚兰尼亚的口里 他做了另外一个 更多的阐述 来说明 耶稣基督如何 要来向他启示 在十六经传第二十二章的时候 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兰尼亚 我们刚刚都读过了 他来见我 他说兄弟扫罗可以看见 十四节 亚兰尼亚怎么跟扫罗说呢 他说我们祖宗的神 拣选了你 叫你怎么样 明白他的旨意 得见那个义者 能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要将你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要对着万人来为他做见证 现在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求告他的名 受洗洗去你的罪 保罗的呼召 保罗的得救 其实上帝已经开始预备他了 预备他 所要领受这个福音 他将来要教导给万人 所以他就在外邦人传福音 包括我们干到的 十三章十四章的 加拿大的教会是第一个 而这个福音 他到底传得完不完整 他到底传得全不全 我们来看 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这段经文 我们大家经常在读 在领圣餐的时候 前面我就跳过前面两节 我们就从二二三节 每次我们领圣餐 大概都会读这一段 对不对 很少去读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反而就喜欢读 格林多前书十一章 他说当日我传给你们的 是从主所领受的 我当日传给你们 我传给你们怎么领圣餐 是主教导我的 于是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注谢了 掰开了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写所里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弟兄什么们 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保罗在现场吗 保罗不在现场 但是这段描述 保罗好像活龙活现的 就是当着我在现场 目击一样 对不对 后面还会继续告诉你说 这个不是门徒教他的 他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我可能碰不到第十七节 但是保罗后面已经讲 说不是人教我的 那保罗这段经文 从哪里来的 他说是从主所领受的 而我们今天 我们读这个 《格林诚》十一章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 那时候又没有推特 又没有email 也没有拍了以后寄给保罗 保罗你看 领圣诞是这么领的 但是保罗在描写的时候 那时候也没有新约 对不对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都还没写出来 没有新约圣经 保罗说 当日我传给你们的 是主所领受的 然后下面的描述 跟圣参当时的情景 是一模一样 明白我的意思吗 《格林诚》十一章的 这段记载 成为耶稣告诉彼得 而告诉保罗的一个 最明显的证据 保罗是从耶稣基督 所领受的 所以我们知道 他的福音 是的 是上帝 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告诉他的 所以第十三节 他说 你们想想 当年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现在开始讲 因为我过去的这种 为非作戴的 所作所为 在罪孽当中 我怎么可能 今天告诉你们 一个福音 是我自己拍脑 想出来的 不可能的 我的心 是向上帝 是关闭的 如果不是上帝 来护照我的话 所以他就讲了他从前的 他过去的经历 他说 你们从前 你们听见我从前 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情 我是怎么样的去 极力去逼迫 去残害神的教会 残害这个字 意思就是摧毁 他已经笃定了心思 意念 这一批人要把它摧毁掉 极力的逼迫 是毫不留情的 我们有的英文翻成是 beyond measure 就是竭尽所能的 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另外一个就是 unmercifully 是根本没有任何怜悯的 他心里面已经非常笃定 这是一个违背 他们犹太教传统的 他必须要来摧毁他们 所以刚刚读到第九章 十分经历第九章 他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语 这是保罗他的行事为人 在迦太书第一章 他怎么去摧毁 《使徒行传》七八九 这三章 大概可以给我们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描述 你可以看见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是斯蒂凡 在殉道的时候 斯蒂凡殉道 然后中间出现了一个人物 在第58节中段的部分 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 他把衣服放在扫罗的脚前 然后他们用石头打斯蒂凡 第六十节 斯蒂凡殉道之前 主啊不要将这个罪贵于他们 说了这个话就睡了 然后扫罗喜悦他的被害 有人的翻译说喜悦这个字 是他投票通过表决他同意 所以有人认为 因为后来美国经见 扫罗是个法利赛人 他在各国当中更有长进 很有可能 他可能就是大公会里面的人投票 让斯蒂凡殉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扫罗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少年人 能够很早地进到这个大公会里面 因为当时在耶稣基督时代 差不多有200万的犹太人 在当地居住 差不多就有6000的是一个 法利赛人的这个族群 在6000个法利赛人里面 能够进到大公会 70个人里面大公会 一半是撒多盖人 一半是法利赛人 你能够进到大公会里面 你可以想见 这个人是一个青年才俊 非常年轻 就可以慢慢慢慢 俨然要成为一个明日的宗教领袖 所以保罗扫罗在那个时候 你可以看见他的心思一念 第八章第一节 从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大遭逼迫了 然后扫罗呢 却开始极力地残害教会 进到个人的家里面 拉着男女下劫 这是回到刚刚 使徒行断 接续在使徒行断第九章 你看见他持续地来口吐 威吓凶杀 然后去大马市各个会堂 去找着信奉这个道的人 信奉这个道的人 因为那时候基督徒这个名字还没出来 对吧 基督徒名字是在使徒行断第十三章开始 所以那时候彼此 称呼是什么 我们是信奉 the way 我们信奉 the way的这批人 保罗去抓他们 捆绑 所以你看见保罗 他的过去的这种行为 那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 他也可以说是毫无掩蔽的 来说明他过去 他的生命是如此的败坏 在提纹那前书第一章 你看到第十三节 他说我从前呢 是亵渎神 逼迫人的 五慢人的 然后呢 我还蒙了怜悯 因为我是不幸 在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就是保罗听 他听见福音 他知道耶稣基督 他所作所为 但是他不认为 那个是福音 他认为 这是 对他 对他自己 犹太教本身来讲 这是亵渎 所以他要来摧毁 一直到大马士革的 那次经历以后 他才突然想到 原来他所逼迫的 竟然是真实的 所以加拿太书第十 第十三章的 十四章开始 他又提到 我不只是残害教会的 至少我在我的法利塞人的教导里面 我比跟我同辈的人 同龄人 更有长进 更advance 同时对我祖宗所遗传下来 犹太教的传统 我比谁都更加热心 这种传统 这个我们叫的遗传 它的翻译是一个传统 就是犹太人在过去几千年来 在摩西的五经 借着犹太人的律法 他们所规范出来的 道德生活的方式 保罗他竭力地要去遵守 而且他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他后面会提到 他是无可指责的 所以我就把保罗 他的这个 可以说他的resume 他的履历表 我用这个下面这段slide 我把它列出来 你看见保罗他的生平 在信主之前 他是长在基利加的大树 那是一个大学城 非常有名 这是一个城长在耶路撒冷 住在大独会里面 他是正统犹太人 变亚敏之派的 你要知道 南国被毁了以后 南国只剩两个支派 犹大支派跟变亚敏之派 北国十个支派全部完蛋了 去到巴比伦再回来 能够再重新被细数 知道你是立位人 你知道祖宗的血统 证明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而保罗他居然可以拍秀 我讲我就是变亚敏之派的人 我有血缘证明书 证明我是变亚敏之派的人 我是犹太人中的 西伯来人中的西伯来人 他是罗马公民 可以到处游走 他精通希腊文 精通希伯来文 精通亚兰文 他在加玛列门下严谨受教 非常重要的学派 两个学派 加玛列是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法利塞的学派 所以他的信仰 他的律法 他热心侍奉上帝 等等等等 非常漂亮的一张成绩单 这样子一个明日之星 进到大马市的路上 上帝却对他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 任何的生命的故事 都是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极度的翻转 而这个翻转 我这个地方 我把它称为一个峰回路转 这个是我后来在网上看 这是湖南天门山 这个路上要去的 台湾有个地方叫做酒馆十八湾 后来这个地方叫做九十九湾 我说我的天 这条路 但是我今天要提到的 峰回路转是什么呢 因为保罗他特别 对他的这种呼召 有一个非常敏锐的感觉 他知道 他将这个迫害上帝的人 迫害一将会的人 居然上帝要来拣选他 所以在加上说一章十五节 他写下这句话 他说 然而 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招我的神 在中文里面是三个字 然而神 在英文里面就是两个字 but God 我读过好多好多的经文 我在看的时候 我发觉这个可能 是圣经里面最有力的两个字 但是神 但是神 保罗非常清楚 我从前 but God 但是神却对我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 他要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 虽然我在下头干了一大堆迫害教会的事情 但是上帝 但是上帝对我一个截然不同的计划 刚提到了 从前 我是逼迫教会的 第十五节 然而 神 却 却 然而神 保罗的这种 强烈的呼召感 他知道这是上帝呼召的这种 在他的不同的书信里面 一再一再地出现 我举一个例子 以夫所书 在以夫所第二章 你看见 他也是不断地想 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那时候我们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背离之指中运行的邪灵 第三节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的心中喜好去行 本为可怒之指和别人一样 第四节 然而神 but God 神有丰富的怜悯 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 叫我们以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更多前书第十五章 他说我原来在教会当使徒当中是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加泰书 另外一个对他的攻击就是 你根本不配称为使徒 更多前书第十五章 保罗承认我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 我从前 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 第十节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说次我的恩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 远不是我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所以第十节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我们的英文是I am who I am by the grace of God 我们中文翻的何等的人 翻起来是你看我今天这么了不起 其实这不是这个意思 我今天之所以成为能够服侍上帝的人 因为我从前是逼迫教会 我今天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 全是上帝的恩典 I am who I am by the grace of God 这是我的英文牧师 他自己的座友谜 他每次讲到的时候 都会讲到 哥伦多圈十五章第十节 I am who I am by the grace of God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神的恩所造成的 而上帝的峰会路转 不只是要呼召他出来 而且这个呼召 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开始的 是在他还没有生出来 还在母妇里面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要拣血保罗了 这个不是宿命论 这是上帝的主权里面 他还没出生的时候 神就已经决定要使用保罗 借着他对上帝 对他神圣的拣血 要让他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 我再会我们继续来思想 这一段历史 到底上帝的恩兆 对我们每一个人 有什么样的看法 十路新章第九章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段经文里面 亚拉尼亚那段话 你还记得吗 他说你只管去 为什么 它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它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好像他已经听见 或是他已经遇见加拿大 保罗要在加拿大书一章十五节 写下这句话 我已经在母妇当中 把它分别出来了 它是我所拣选的 它是我所拣选的 在十路新章第二十二章的时候 亚拉尼亚 他的表达方式更有趣 更有意思 他说是我们祖宗的神 拣选了你 不是你拣选了神 是耶稣基督今天亲自来拣选了你 叫你来明白他的旨意 要能够得见那个遗者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上帝拣选 上帝已经在母妇当中 来呼召你 来分别你出来了 而后来保罗知道 这种母妇当中的分别 全然都是上帝的恩典 这是一个恩典的福音 是上帝在恩典当中 来施恩 来呼召他 所以不只是把我分别出来 他说又施恩 来告诉 来呼召我 这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加拿大书 第一章的时候 你还记得上次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在谈到保罗 第一句话 劈头骂他们的第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我吸气你们 那么快离开什么呢 借着基督之恩 来呼召你们的 这是一个恩典的福音 保罗感同身受 这是恩典的福音 上帝呼召我的这个恩典 我今天成为这样子的人的 恩典的福音 你们居然就这么快 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保罗一上来 劈头就把他们给痛斥了一顿 而且这个恩典是 不断地 不断地在保罗 各式各样的书信里面提到 许多一福寿书第二章 我们再回到 然而神那一段 然而神是有丰富的怜悯 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还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 就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 因为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 这个恩典来试试给我们 现在要看到 他救我们的原因是什么 第六节 他说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集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词 要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弟兄姊妹们 上帝拯救我们 不是要我们过一个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的好日子 好生活 上帝呼召我们出来 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活出来的生活形态 能够上后代的世代看 上帝在我们身上 有极大的丰富怜悯的恩典 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形态 必须要与上帝 与我们蒙昭的恩能够相称 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 一个让我们生命的里面 关乎在北美移民华人生活环境里面 的那种生活形态 上帝给我们的物质上祝福 我们感恩 但是第七节 上帝之所以如此做 不是为我们 上帝如此做 是要借着我们 把他的恩典 来给后面不同的世代看 让后面世代的人 也能够来接受 耶稣基督这恩典的福音 这才是我们的使命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日子是活在一种上帝恩典当中的 我们一同复活 我们一同坐在天上 是的 那是好像很远 但是在地上 我们刚刚都主导我里面 你的旨意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地上 那哪些人呢 就是我们呢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所呈现的是能够让他丰富的恩典 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显明给在我们主人之家 我们附近的人看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 哥们前十五章我刚刚提到了 我今日成何等的人 是上帝的恩典 而且上帝既然给我们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不是突然的 他赐给我的恩典不是突然的 他赐下的恩典不是突然的 是要我们 比众圣徒格外劳苦 居然不是我 因为他在一起强调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的面前 有任何一点点的福事 都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不断地来跟各位分享恩典的福音 恩典 恩典它的重要性 听话前书第一章 刚刚我们读过的 然而神蒙了 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 因我不信不明的时候 做十四节 并且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 使我在耶稣基督里面 有信心和爱心 但是上帝给他这样的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刚刚提过 上帝来拣选他 上帝要来呼召他 从母父当中分别出来 施恩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来呼召他 不只是呼召他 再一次你看见 他乐意将他的儿子 启示在我的心里面 启示在我的心里面 也可以有两种翻译 一种就是 他直接地向我来启示 第二个翻译 我觉得更具挑战性 经由我来启示 因为经由我这件事 我的概念是说 我的生命必须是透明的 透明到一个地步 在我生命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生命形态 是能够向世人 能够展现 启示耶稣基督 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如果耶稣基督 启示在我心里面 我可以就 就是放在我心里面 完全这个肥水不落万人田 对不对 我上帝跟你们分享 福音这件事情 肥水一定要落万人田 就是上帝给我的启示 他不能够只存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经由我 是上帝给我的启示 是可以经由我 启示在我的生命当中 然后让世人能够看见 这是保罗所讲的 对不起 保罗在 史诺信章第二十二章 亚拿尼亚对他说的 你要对万人做见证 你要对万人做见证 就是我们要对人来做见证 我们要来传递耶稣基督 恩典的福音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说耶稣基督在我心 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live in me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 耶稣基督live in me 但是我们要live out 这个活出来耶稣基督 你自己活在里面 这种东西 我把它称为spiritual obesity 你就是一个属灵的虚胖而已 因为你没有把耶稣基督 你可以听不同的道 你们才能听到经了 各式各排的讲员 来我们当中 你们听吧 耳熟能详的福音 道背如流的福音 但是我们的生命 却没有办法来 来彰显耶稣基督 这种福音的恩典 显给后代的诗人来看 因此我们 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需要 我们所要到的一个需要的挑战 好了 他既然要挑战 就给各位做一些homework 我们有一些生活上的应用 我今天没有时间碰到 第16节后半段跟17节 但是给各位第一件事情是 请各位回去以后 你用加泰书 刚刚我所读到这本经文 你来写下 你自己个人的生命见证 上帝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 来拣选你 呼召你 他的恩典如何你在身上 从前 现在 before after 当然你会想说 哎呀 我没有像保罗这种大起大落 这种 这种 动人心弦 荡气回肠的得救经历 我就是个 世锦小民 对不对 而且我们就 我们听见证 通常就喜欢听那种 过去是坐监犯科 杀人放火 然后最后悔改 哇 这种 这种见证才是上帝的恩典 有没有 但弟兄怎么问 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不需要经过那种大风大浪 但是也可以在平静上帝一步一步信实和恩典的带领当中的那种见证 难道那种见证就不能够见证上帝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吗 我们总希望能够听见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保罗一样dramatic 但是我举个例子 听起来有点恶心 不过你们待会要吃饭 无所谓 台北 台湾台北有一个很有名的店 叫做林田筒店 是在日记时代做木桶 我当时就想过一个笑话 有一天在这个晚上的时候 两个木桶坐在这个架子上 其中一个木桶告诉另外一个木桶说 我们那边坐木桶好无聊 这个生命是太无聊了 天天就是弄完以后 只能找 因为那个木桶是拿来做饭桶的 就是装饭 他说这个木桶决定说 我现在决定我要先去坐马桶 等我坐完马桶以后 把我洗干净以后 再来做饭桶 你看我这种生命经历是特别好 弟兄姊妹们思考一下 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 上帝的确我们过去是有一些 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 但是不要认定说 我们一定好像那种特别感人的见证 才能够跟来分享 我们要看到的是 要用福音的视角 用福音的视野 来看看上帝在我这一生当中 他所给我的带领 想想看保罗 保罗在不信主的时候 保罗在不信主的时候 上帝可以让他 在他这种残害教会里面 但是你可以看见上帝的手 上帝在眷顾他 在预备他 甚至让他预备成为一个法利塞人 我是觉得 如果他没有在加玛连门下严谨受教 他没有在大马士革的严谨受教的话 他大概写不出来像罗马书这种炉火纯青的 这么一卷伟大的书信 应该讲 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每一分每一秒 都不是白活的 在上帝他预备 母父分别出来 我们分分秒秒的每一个经历 他日后都可以被上帝来所用的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我们在写我们自己见证的时候 我们在回想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 上帝如何他来塑造我 特别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 他来预备我 以至于我们在信主之后 我们如何能够被上帝所用 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磨灭无知 在不信的时候 上帝仍旧在预备他 好叫上帝能够让他来做上帝 为他预备 已经拣选他的工作 诗篇第五十一篇里面 有这么样的一段话 大卫他这么说 他在犯了奸淫之后 他写下这个痛心悔改的书 刚刚我们也读到了 忧伤痛悔的心 他说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 我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 来涂抹我的过犯 将我的罪孽洗出尽 来竭尽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 我向你犯罪 无得都罪的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个恶 以至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亲政 我是在罪孽你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我就有了罪 大卫知道 我在母胎怀胎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罪人 然后他说 求你 求你用 你所喜爱的是 那里的诚实 在我隐秘处 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西草 洗净 接近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滴我 我就比血更白 在地面 你可以看见 耶稣基督 里面的预表 最后终极 能够洗净我们的 是耶稣基督 他的宝学 他要把我们 重新造的内里的城市 能够口节 心情 能够忧伤痛悔的心 重新被建造 一个正直的灵 如果在神的面前 他今天 他在上帝呼求 是的 我在罪孽里面 生的 在我母亲 怀胎的时候 我就有了罪 可是然而神 却把我在母腹里 分别出来 来施恩 来呼召我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罪人 可是上帝的恩典 却在母腹里面 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不能说 我们还在做罪胎的时候 他就已经呼召我们 分别出来了 这是上帝的恩典 大卫知道我是一个罪 但是上帝说 It's okay 我要来呼召你 所以这段经文 我给我一个最深的感受 我认为什么是福音 福音告诉我 没有人好到 不需要福音的恩典 也没有人坏到 他不能够接受福音的恩典 每一个人都需要 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恩典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让后代人看见 上帝在我们面前 在我们身上 所显得恩慈 这个丰盛的恩典的福音 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的身上 他必须要向这个世界来宣告 保罗就是我们的例子 他在万人面前 他做了见证 第二个应用是 如果今天上帝恩典的呼召我们 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如何回应 我们如何去回应 因为保罗他说 把我从母父里分别出来的 是恩召我的神 他呼召我 上帝救我是因为他呼召我 他呼召我做什么呢 我刚刚已经讲过 他呼召我们做什么呢 有两本书请各位如果机会去读 第一本书非常重要的 John Stott 他写的叫做 《当代基督门徒》这本书 他在里面特别提到了上帝的呼召 他把这个呼召 他分成两个大的段落 两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呢 他把呼召认为有一个普遍的呼召 有一个特定的呼召 我没有时间讲到呼召的一部分 我只是想到 因为现在上帝在呼召我们吗 斯多德在这个话里面 他这本书里面 他这么说的 他说神 神的普遍呼召 是要我们做某种人 多于我们做某一类事 如果有人问你的呼召是什么 我们首要正确的回答是 我受召去属于基督 他说这是我们的主要呼召 我们的主要呼召是 我被呼召出来 我是来属于基督的 所以今天就这么 今天我们在问我是谁 同样的问题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 我属谁 Who I am Who am I 的另外一个问法是 Whose am I 我是谁的 我属谁 这是首要呼召 这是出头的讲述 有时候我们都问 哎呀 我讲大家做什么 我今天上帝呼召我做什么 今天上帝呼召我们 是呼召你 你是什么 你是谁 第二本书 各位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叫做一生的呼召 Oas Guinness 我认为是他 作作里面最重要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本书 他对呼召做了下面的定义 他说呼召就是神 毅然决然地呼唤我们 来救进他 以至于我们的全员 我们所做的每一记事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投资在一种特殊的忠诚里面 活力里面来回应 来回应他的呼唤 然后是什么样的一种呼召呢 他没有像John Starr讲的 普遍呼召跟特殊的这种呼召 他把它分成两种 他认为一种叫做主要的呼召 一种叫做次要的呼召 什么叫做主要的呼召呢 主要的呼召就是身为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的主要呼召是走向他 并且为他而活 那么什么是次要的呼召呢 次要的呼召是身为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的次要呼召是回应他 并且为他而行 所以为他而活与为他而行 就是我们的所事与我们的所做 我们的being跟我们的doing 如果我们没有先告诉我们自己的身份是谁 所以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 他碰见耶稣基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主啊 你是谁 其实他问的问题是那主啊 既然你是主那我是谁 其实在实际上第二十二章是两段话 八节是主啊 你是谁 二十二章十节是主啊 我当做什么 先figure who I am 然后我才figure out 那我应该今天要做什么 Always Guinness说 我们的主要呼召是属于他 为他而活 归向他 我们的次要呼召是 那我们今天来回应他 我们来为他而行 但是他说当我们在理解呼召的时候 呼召其实要付上代价的 因为回应呼召嘛 保罗 他说我要受很多的苦啊 他要受很多的苦 我今天格外的劳苦 要做呼召 Always Guinness说 呼召在顺境的时候 呼召外代价可能很低 逆境的时候 呼召在外代价可能很高 逆境的时候 但是呼召我们做愚昧人 内在代价一直相同 就是为对自己而死 我们今天在这里很轻松的 很稀松平常的开个车就来教会 没什么所谓的外在代价 可能我外在要稍微高一些些 我要开个一个半小时跑到这里来 你们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来了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在太平洋的另外一边 在那个地方的聚会的弟兄姊妹们 他们可能就付上非常昂贵的外在代价 但是Always Guinness是说 外在代价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内在代价我们没有付的话 我们根本不明白什么是胡召 我们的内在代价是每一天 设计 每一天要对自己而死 所以Always Guinness说 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意味着我们要成为蒙召的人 与道的追随者 记得吗 信奉这个道的人 道的追随者 我们信奉这个道的人 而且上帝这个恩典 上帝的恩典是 已经全然记在他的生命册上 诗篇139篇 我们经常使用那段话是 我受造可谓 I'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诗篇139篇后面 他继续说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 上帝呼召我们 分别我们出来 施恩呼召我们 的确 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 上帝对你生命当中 有个美好的计划 但是今天我们听完以后 你知道 这个呼召的计划 不只是让我们今天在这边 能够过好日子的 因为上帝在他的册上 所写出来的计划 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能够为他而活 能够为他而行 我们属于他 我们归向他 所以拉回到我们的 日常生活里面 J.I.Packer他说 我们基督徒被呼召 需要过一个整全的生活 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灵命 都服服在这个善意真神 所有的真理 是神的真理 我们的每一个专业 每一个思想 都沉浮在神的面前 就像保罗今天 他能够很清楚而敏锐 而且极其 宝贵地知道 上帝今天在母父当中 分别我出来 施恩来呼召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上帝在呼召你 What is your response What is your response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在你的面前 来再一次 面前来维生 因为我们今天 能够站在这个地方 或是坐在这里 绝对不是偶然 是上帝 敏捷的耶稣基督 在创始以前 在基督里面 拣选了我们 分别我们 呼召我们出来 我们这群 领受呼召使命的人 主吻之家的教会 在福音的恩典当中 被浸泡 在福音的恩典当中 被建造 在福音的恩典里面 被更新 帮助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 名副其实的 主恩之家 在主耶稣基督 福音的恩典里面 我们将这个恩典 来传给世世代代的人 恩待我们 奉靠恩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优优能